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公民科技导到政府的运作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他自己是事实上在13岁的时候 就成为自己负责任的大人 他所有的学美一边站 他对于各种的新事物的路径都愿意去接触 他快速学习 网络学习 将大议题拆成小的 寻找关键字串成知识地图 各位在看我这个节目的时候 也是关键字 知识地图 那么我觉得有点难得 他跟其他的天才不一样 他愿意倾听 一般的天才不愿意倾听的 他愿意倾听 他提出一个网络是一个共创空间 所以他说是载体而非是主体 所以说网络事实上 简单的说就是网络是一个平台 那么他就是非常懂得 如果基于网络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就是不听性权威 积极分享自己的认知 那他是等于是时间 是快速的不得了 就是说是工作生婆 我有的时候看到 他说可能每周半个小时 马斯克也是这样 马斯克好像五分钟 每周五分钟做一下东西 然后又去换一个别的东西来做 所以他可以做得很快 那他这里面 就是说这边有一些工作 工作的一些的这些的方法 就是说最好的开会 就是不要浪费这一次的会议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结论 事实表述 分散感受凝聚共同价值 有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小时 东讲西讲 你没有一个结论 没有共同这个价值 所以他领导者 要接受新的可能性 这个是这点很难的 以前我们台湾大讲的 领导者就 你就听我的就是了 我也有这个毛病 但他说你要接受新的可能性 你听了别的人讲什么东西 那么所以他呢 这个在工作上面呢 善用前人的典范 所以他能够扩张他的 这个影响力 那么他呢 对冲突呢 是觉得说 没有什么好 这个这个这个害怕的 冲突就代表创新的点子 所以你要再有大概的共识 就能够发展成一个解套的 这个方法 所以他并没有将求说 百分之百的共识 你要有个大概的共识 大概就行了 他呢 这个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是 他他也觉得 当混沌 混沌的这个不明的 这个感觉出现 他觉得这个事实上是 这个第四点 我们讲这个 这个呢 事实上是很普通的 所以他就是他透过这个哲学 来来来作为思考的这个价值 那他这个提到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这个这个是讲 这个话讲起来是 蛮有哲学的这个意境的 那么豁达不强求 自使追求 共创的精神 那第四点很重要 他认为自身的价值 不在于想要完成什么 就不在于自己想要完成什么 而是帮助别人 像我的工作也是 我的工作是让别人变得这个完美 那他呢 这个第五点不发布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 他说他最近就在立法院做质询 我也看到有国民党的立委 在咨询他 就是这个 这个事实上是有点小小的冲突 但他就是 这个 他不能说表现很好 但是你看到他这个 这个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个性的话 你要怎么样凝聚共识 不发布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 那这个 因为你要这个 就大家讨论 讨论 但你 你如果说没有一定的 就是有一个人来主持的话 你可能很难达成共识 那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第一个就是 我虽然不喜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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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纵 唐凤这个人 但是我对于他 他的这个个人的 这个经历 事实上是 非常的 呃 佩服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 能够自学 而且他能够很有条理 的这个 整理多很多的这个知识 快速吸收的这个知识 他藉由 贴切的比喻 把网络概念 变成一个共识的 空间 所以他是在网络 就是我们讲的原生 数位 原生数代 那这个 这个书里面 就是我跟大家 这个 这个讲一下 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这个里面 邱美珍 邱美珍是 他之前呢 也帮他写过这个 也帮他这个 访问他 他这里面讲了说 在别人提供的知识基础上 我会加上自己实作的经验 作为验证 加深理解 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他 我称这样子的过程 我称这样子的过程为 增幅 就增加 它是事实上是等于是有个吸收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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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讲的蛮哲学 如果我能提供一个空间 把自己就变成一个空间 在无我的状态上 让众人通过我 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就是我的价值 其实作为一个领导者 原来他没有讲经营管理 就是他 他讲了 他这里面呢 就是讲了我的99个丝抽屉 他一直用这个丝抽屉 这丝抽屉就是一个丝房菜 就是说我的这个 求生的秘诀 所以不管 你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 你一定要注意 听他成功的这个秘诀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 就是一个 年轻的奇葩 就像唐凤 这个 在那么年轻 当然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但是 这个 他的这个 整个的学习 经历 对网络的理解 对于共识 对于会议 的这种主持 这些都是 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所以这个 你把 你把他当做一个 这个 个人学 有些他的这种 学习知识的经验 是可以 可以参考的 那有一些他的这个 对于网络的看法 是很先进的 但是 对于共识的 这一方面的 看法 你不一定同意 但是 你必须不得不佩服 这样子的一个 多才多艺的人 所以这是本周 我会推荐的 我的99个丝抽屉 唐凤 谢谢大家 下周我们同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